今天早上要谈一个主题 叫做圣职和圣高的恢复 那说到这点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说就要明白 什么叫圣职 什么是圣高 那我们这样子来说 就是说圣职就是职分 圣高就是恩高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育的服事 里面我们有的是 叫做这个职分 你是个牧师 你是一个先知 你是个使徒传福音的 但是基本上全部都归纳 我们都叫牧师我传道 但是只是单单 这个牧师或者是五重职分 有这一份的职分吗 只有他没有恩高吗 我们要相信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更加新的一个时代里面 更加新的一个带领里面 神正在做一个更深的恢复 在我们当中 那首先呢 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 神是如何形容他的教会 神是这样子形容他的教会 他说到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 应捐的叫什么 全病 或者言文叫做门 the gates of hell 不能胜过他 那这个教会的原来的字 叫做Ecclesia Ecclesia 不单单只是 指church 它真正的意思是Ecclesia Ecclesia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的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继续看看起 然后神怎么形容呢 他说我要把我的天国的钥匙 给你们 凡你们地上所空绑的 在天上也要空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这里就能明白 原来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 给这个教会 也能够叫Ecclesia Ecclesia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聚集一起的神的子民 不单单只是给一小群人 他给他钥匙做什么 地上困绑的 天上也困绑 地上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一样事情 当神起初给教会 祷告的权柄的时候 是运作在一个Ecclesia 一个身份上面 不是一个个人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使徒 先知 牧师 教师 传福音 不是单单是这样子 神在整个的权柄硬作里面 我们如果明白的话 就要明白 祂是在一个身份上面 是什么身份 是个治理的身份 如果你们列列明白 关了Ecclesia这个字的时候 是个具体召集在一起 像今天的国会 各种的国家的大会 然后呢 他在那边决定 在那边一起同意 治理一件事情 然后呢他们就有权力行使这个权柄 所以祷告的权柄 不是运作在一个人的需要 或者一个需要上面 并不是你有需要很大 然后只有权柄祷告 你生病了 你有需要 然后呢就能祷告 它是不是因为你生病 你有那个权柄 而是你是神的身体 你只有这个权柄 运作在这个里面 那甚至不设在一个真诚祷告 有一些人 特别在有华人思想里面 他们说只要我诚行祷告 天上的神就被替我祷告 那或者我应该说 甚至不是关于到你多么虔诚 你虔诚是件好件事情 是个很好的祷告态度 但是这一个并不构成 你祷告的权柄 你祷告的权柄 是在一个自理性的身份上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 教会要能够在影响列国 让教会能够在这个祷告里面 能完成神托福人的使命的话 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的世界里面 我们看见 有七大三头 有政治三头 媒体 教育 经济 家庭 宗教 媒体 这个娱乐 这些 包括还有一些 就是资讯 这些世界三头 左右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教会要如何去胜过 如果教会只在宗教三头的话 教会基本上不是能够治理这个世界 除非教会能够在这个时刻 能够面对现今的时机的挑战出入 就拍脱这个宗教的框子 而且从试取治理的身份 和世界各种领域中开始运作和治理 我们需要真的来到一个地步 明白 原来这世界 许多的问题 神期待的 就是他的教会 起来做什么 在治理 那当要治理的时候 不是从宗教的三头 而是从这各个治理性的身份 你要明白 你的身份是什么 很少有人 就是在这个 很少有宗教的 能够明白 他们在这个权地 这个的管道治理方面的这种身份 有一个信仰 比如说伊斯兰教 是其中一个能明白 他们有一个整个完整的配套 管道要怎么治国 管道什么是立法 管道你应该做些什么 但你在困难做些什么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他能够 就是能够叫做 偏步全世界 那其实原来这一个的治理性呢 当这个福音只传成为一个旧恩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原貌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 原来是充满着 这个神要治理全地 管理全地的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离开宗教三头 我们能够明白 神也来兴起我们 去完成这个的任务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方面来 更深的先明白 首先我们要明白 关于到圣旨和圣高的恢复 所以圣旨和圣高恢复里面 我们要谈到一样之事 就恢复君尊的治理 我们有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 其实有说到 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 第九节里面说到 你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民 所以在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都有一个身份 一个什么身份呢 就是一种君尊祭司的身份 我们是有一个圣洁国度的一种的身份 所以当我们是君尊 英文华语这个君尊就是你有君王身份 君王是做什么 做治理的工作 所以神其实在做一样事情 祂要恢复教会发出原有的声音 祂要恢复教会释放原有的一个全病 如果我们要恢复教会有圣经所说的 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已经被捆绑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已经被释放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恢复整个教会一个君尊的身份 能够拥有原有的发音 发声的这种的全病 所以在圣经在中文标准译本 这个中文标准译本 它是尽所能去还原整个言文的意思 因为我们和和本 它是用中文语法 但是中文语法有许许多字 许许多多的 不能够翻译希腊文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时间点 时间点 你还没做就是还没做 你不能 还没做 但是已经我做成了 这是比较不可能的 英文可以这么说 It has already done 它已经完成了的 这个动作是当着它已经做成了 但是中文文法 你们很少能够这样表达 但是中文标准译本就跳脱了中文言文语法的限制 然后它就把几个重要字翻译出来 它是怎么写 我确实得告诉你们 你们在地上所困绑的 在天上 将是已经被困绑了的 因为英文是这么说 whatever you bind bind是现在 bind on earth shall be bound shall be bound 是应该是已经必然 是被捰绑了的 in heaven whatever you lose on earth shall be lost in heaven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将是被释放了的 所以天上已经做成了 但是地上只要执行它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已经就完成 所以你的祷告的时候 你在地上宣告 捆绑在天上做成了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早已经去做成了 等你释放出来 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时间点有点像是 我们往后面走的话 我们支取两千千千千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我们现在祷告是支取未来的基督 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支取未来的得胜 到今天的时间 那未来是怎么样子 在基督里面是已经做成了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能够看到 天上是在做什么 天上有什么样的指示 所以先知性的声音 或先知性的发声 发出声音的治理 必须要被恢复 很多人就把这一个经文 在《真言书》29章第18节说到没有一项 明就放肆 就想成是一个教会一项 你要这样写也没有错 如果有一项 教会有一项的话 那我们人就不会乱乱做事情 就跟着一项的做 但是原来的字不是这个 原来是什么 末世 没有末世 不是教会的眼相 不是教会的眼睛 而是神的启示 神末世的 When there is no prophetic vision The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人就放肆 But when there is no prophetic vision 当人没有从神来的末世 人就会做自己做事 就进入世事时代 当时候没有玩个人所行的事 眼中看为真的事 大家都做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一样事情 原来有一个需要要恢复这君寸的即时 你需要一个先知性的这个的末世 先知性的意向 应该是叫做先知性的这个引导 那神的子民才能够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已经被捆绑 因为他已经看到天上的意向 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已经被释放 因为他已经看到上帝的旨意 成就在这个地上 Amen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给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以前的时代 当上某的时代里面 以利是大祭司 但以利即使他已经 他的儿子 他的世罗已经是没有末世 已经是没有神童在 然后神的话语非常稀少 耶和华话语非常稀少的时候 但是以利人就是跟他适时 又是那个祭司 又是那个发言人 他还是在这个世罗在那边做大祭司 他以他的圣职来治理以色列国 但是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圣高 直到撒母的时代 神又在透过撒母来说话的时候 就进入一个按着神的末世 治理的时代 也就是圣职和圣高的恢复 两个的这个恢复成为一 然后神要做一样事情 就是神再次透过撒母说话的时候 再次把治理恢复在神的家中 什么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 有个先知信起来 然后把神的死意带出来 大家能够跟着这个先知的时候 就是说 就是让先知来做协助 大家明白神之意的时候 然后让这个使徒和牧者 做治理的时候 你就看到 整个教会就恢复 他原来的这个恩高 他就能够作战 他就成为实战部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伊克利亚乃是神的殖民聚集之心 天上赋予他们在地上的治理圈 所以我们不单单求的是 我要有恩高 我要有我的命定 我要有神的呼召 我要去完成它 非常好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神原来 神原来的目的 就是让什么事情 伊克利亚 伊克利亚他本身有这个的身份 教会再次有个身份 因为是单单一个人恩高 一个人恩赐 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我深深的体会到 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成神地上的工作 除非他是在一个团队里面 除非他是在一个 彼此被接纳的治理里面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君主的祭司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 这个开了什么 神会要恢复教会 他严有的身份 和属天的职务 不单单只是一个两个 而是整个教会 一个群体 全部一起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和牧养 阿们 那次问题是我们需要读一段的经文 关于到君主的祭司 我们可能会面对问题 这是包括我 这是包括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读 天使有指 天使有指给我看 给大祭司 耶稣 在耶和华的死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耶稣右边 与他作对 这是取之于 撒加利亚书三章 前段的 这段的经文 然后呢 当时候的耶稣 他的生命出了问题 耶稣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死者面前 然后死者吩咐 死者吩咐 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耶稣说 我要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花美的衣服 我说 我要将洁净 我说 我要将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 洁净冠冕戴在头上 给他穿上花美的衣服 耶稣的死者 站在旁边站立 这是一个图片 你可以想象 一个先知 进到灵里面去 被神带到异象里面 看到自己的 国家的大祭司 站在神的面前 仇敌在控告他 他穿着污秽的衣服 在这个异象里面 眼睁睁看到 这个鼠林的光景 在这个领袖身上 然后呢 然后这个天使就说 我要除掉你这个肮脏的衣服 我要为你穿上荣耀衣服 然后先知也参与在其中 就说宣告 让他们把这个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 他也宣告 然后结果 什么事情发生呢 这天使就动工 把干净的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 他的权柄再次恢复 他的身份再次恢复 站在神的面前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事情 接下来耶和华使者就告诫耶稣亚说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要说一样事情 原来在神的面前 我们所谓领袖的不洁净 其实是赤路敞开的 不单单是贵重的这个不洁净 所谓每一个神的子民 我们站在神面前都是赤路敞开 领袖尤其的 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事情里面 神透过人的带导 透过我们的祷告 透过神的旨意 神是何等愿意把我们解禁 再次让我们恢复这个权柄 认为这个地位 然后就完成 但是接下来他说的这句话 我们要留意 这时候耶和华使者告诫耶稣亚说 什么事情呢 他告诫耶稣亚说 我问几句话 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的愿意 我要使你在这些 站里的人中间往来 感谢神 神要在做这件事情 神在做这件事情 神要信起 神要祂的子民解禁 但是我们要遵守 我们要神的道 让我们明神的命令就可以管理 这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道 如果我们谨守神的命令的话 我们就开始失去的权柄 我们的冠冕失去 我们一方就误会 我们就没法看守电影 我们也没法在神的子民当中往来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今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正在恢复 恢复不是个人的圣洁 神在恢复一个祭祀的圣洁 一个祭祀的圣洁就带着权柄来 所以我们要常常围着我们牧者祷告 他们和我们一样 他们也是人 他们需要我们的守望 不是 也要特别交代 不是掌控性和控告性的 这一个的祷告 掌控性控告性的祷告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都你说掌控性的祷告 就是你会祷告 神啊他这样子做的 神啊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他应该要这样子做 这叫掌控性的祷告 那这控告性的祷告 就是说神啊求你 就是控告性的祷告 就是神啊 他这里是做错的 那里是做错的 主啊你求你光照他 去对他说话 那我们不要先做这个审判官 我们不要代替神 来决定这个事情是对是这个错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去觉得他不洁净 因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是对 但是那祷告的灵是错 或者我们可能看着是错 那就是错上加错的祷告 变成一个巫术祷告 去影响他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地祷告 神啊你自己恩告他 神啊主啊你来主啊使用他 神啊主啊求你保护他 神啊求主你用主你联名恩典 加在他身上 这样的祷告既不会祷告错 也是安全的祷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错误的祷告 其实在灵里面 去释放了一个仇敌可以使用的 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 仇敌可以使用的合法权 去攻击那些神使用的仆人和私利 所以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 求神赐给他们爱 你知道吗 爱里没有惧怕 当这个爱充满的时候 他们能够去面对他们的软弱 而且他们胜过他们的软弱 因为在爱里面能够刚强 很重要 当你求神释放更多爱 在牧者身上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力量去爱他的挥众 如果是你他一个牧者 没有足够的爱的话 他就充满了许多的担忧惧怕 或者甚至他不确认不确信 或者是没有把握在他所服侍的 所以服侍起来非常辛苦 所以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求神来释放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所以新建经的教会 不但要明白自己自理性的地位 并且要做一样事情 要悔改并且追求圣洁 这是一个这个时代里面 所有复兴的方程式 悔改 追求圣洁 真实的彼此相爱 你看美国S Barrett的复兴 都是建计在这个基础上面 悔改 追求圣洁 彼此确实相爱 神就开始动工 什么在任何一个小组 可能你在一个很小的小组里面 三五个人 七八个人 如果在当中悔改 追求圣洁 彼此真实相爱 你整个那一个小小组 都已经会经历复兴 然后扩大在整个教会里面 扩大在神国的每个角落里面 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么有效呢 因为这就是一个祭司在神的面前 脱去无惠的衣裳 穿上清洁衣裳 戴上洁净的冠冕 神就能够让你来治理 神就能够让你恢复 这是一个很明白的 要明白的一个真理 很简单的真理 什么地方开始有悔改 追求圣洁 真实彼此相爱 什么地方复兴就开始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的场征战先从自己开始 然后会延伸到整个的教会 当整个教会能够进入悔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进入一个界境 这样子呢 就让我们能够明白 这个就好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做代表 记得上轴为说的 我们除了一个是代祷者 我们也是个代表者 代表我们的城市的章狼 代表我们城市 我们所在的区域 我们的家 所以这个代表者不悔改 代祷者怎么祷告也没用 这代表者一悔改的时候 代祷者祷告这家长期的话 整个事情就成了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站在人的中间做治理工作 然后能发挥呢 君主祭司的身份 让圣职和圣高 能够恢复在神的国度里面 Amen 是和人重要的 然后呢 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句话 我再次确实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在你们当中 有两个人在地上同行和一里 为任何事祈求 这个经文说 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行和一的 为任何事祈求 我在天上的父 必就会为你们成全 这里说得非常重要 当我们同行和一的 为任何事祈求 让我们愿意谦卑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做这件事情 神要医治这片土地 神要做工在这片土地里面 Amen 让我们这时候 我们要来一起的来 再次呼求 我们要祷告 我们会拿一点时间来祷告 然后我们也为其他的 列国的事情来祷告 我们求神再次恢复 圣旨和圣高 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来的 让我们要来 祈求 祈求